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归属到了韩国 随后又脱离了出去 这才形成了哈萨克汉国 因为内部矛盾的关系 之后又被划分了一两块 一块归属清朝 一块归属沙俄 此国的历程是不是很坎坷 这还没有完 德国发生革命性动乱 此国又自己独立了 看来也是有些实力的 后成为苏联的同盟 为了表示诚意 苏联把从中国夺来的一部分领土给了哈萨克 可惜的是 苏联很快地解体 哈萨克一不小心继承了很多苏联土地 其中包括很多曾经中国的领土 哈萨克汉国也算是因祸得福 经历了漫长的岁月 既人离下河独立 忠于真正的独立 还意外得到很多领土 让此国成为唯一没有侵略中国 却有很多中国领土的国家 在中国建国之后 哈萨克竟然出乎意料地 主动归还中国十块领土 总面积达1248平方公里 对于历史问题 此国看得透彻 说什么都要归还 说要尊重历史 本就是中国 国的领土 如此善良的国家 还真是少见 轻松到手的领土 就这样归还了中国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